母亲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竟是当下最流行的少女胸衣 儿子见状十分惊喜 当即便脱下衣服试穿起来 接着母亲又笑眯眯地拿起 两个用毛线织成的粉色馒头 将他们填充在胸衣里就能显得十分饱满 小岭不停掂量着手里的毛线团 脸上喜欢的神情怎么也藏不住 从小他就知道自己和普通男生不太一样 在体育课上被对面男生不小心扯掉了衣服 第一反应就连忙把衣服给捂紧 但周围人的哄笑打闹声还是狠狠刺痛了她 自那之后 娘娘枪死变态等外号就一直围绕着她 对此小岭感到十分的无助 明明身为男儿身 心中却无比向往能成为一个女孩子 她开始抗拒去上体育课 以此来减少和班里其他男生接触的机会 可这无疑会引起老师的不满 于是便将她妈妈请来学校 幸运的是 面对老师一股脑的告状埋怨 母亲的第一举措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孩子 她觉得小岭的举动一定有她的原因 表示自己需要先去了解情况后再下定论 其实小岭并不是一个变态 而是患有性别认知障碍 她内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女孩 喜欢的也是一些五彩斑斓的发家 从学校回来后 母亲决定找小岭好好聊一聊 轻声的安抚让小岭敞开了心扉 她小声但又坚定地对妈妈说 听完这话的妈妈陷入了沉思 但很快又收拾好了情绪温柔的开口 听到这话的小岭 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直到这时 妈妈才知道孩子一直深陷在痛苦之中 可那并不是她的错 自那之后 妈妈便身体力行地做她最忠实的支持者 不仅给小岭买市面上最流行的少女胸衣 还亲手给她织了两个毛线团 垫在里面充当假的乳房 对于没能给小岭一副女性身体 妈妈一直对此感到很抱歉 只能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补救措施 而这份愧疚一直延续至今 每当有外人进入小岭的生活时 她都会严肃又温柔地提醒对方 妈妈的这些举措 无疑是维护了小岭那颗明胆而脆弱的少女心 等到一成年 小岭就做完了变性手术 由内而外都与正常的女性没有差别 她在疗养院里找了一份工作 凭着温柔的性格和细致的态度 赢得了无数老人的喜爱 甚至还借此认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阿伟 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爱河 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谁知这天阿伟 竟把她的小侄女带回了家 而这将会彻底颠覆两人的生活 想知道变性人 都是如何怀念自己逝去的命根子的吗 女孩好奇地拿起桌上的桶状物 询问这是什么 身旁的小岭轻飘飘地说 这是自己累积下来的烦恼 她决定在织满了108个后 就会一把火烧掉 借此来超度已经逝去的命根子 小岭肯定地回答 让女孩不由地笑出了声 这是小友第一次亲近这个奇怪的舅妈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可怕 几天前 小友的母亲再一次没有预告地 留下一张纸条离家出走后 苦于没人照顾的小友 只好收拾行李来投奔舅舅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舅舅家除了有她魂牵梦营的游戏机外 还凭空冒出了个奇怪的舅妈 小友盯着眼前这个五大三粗的人看了许久 怎么也憋不出一声舅妈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舅妈的厨艺是真的好 只尝了一口便再也停不下筷子 小友对这个叫小岭的舅妈充满了好奇 于是在晚上铺床的时候 她眼神不停地打量着小岭 见状小岭也不生气 而是大方帝向她表明自己之前就是个男生 在经过几次变性手术后 就已经拥有了全部女性特征 现在就只差在身份证上改革性别 说完小友却毫无反应 抬头才发现她正盯着自己胸部看得入神 对此小林早已见怪不怪 小友要不要试试手感 虽然双手蠢蠢欲动 但出于礼貌小友还是拒绝了 当小友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家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但餐桌上摆放着小岭给她做好的便当 这是小友第一次把便当带到学校 好不容易挨到午餐时间 她满心欢喜地打开了便当 没想到食物都被做成了不同的形状 就连小小的火腿也被点上了眼睛 小友简直开心坏了 可当小岭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便当完好无损地摆放在桌上 而小友却腹泻不止一直往厕所里跑 小岭闻了闻桌上的便当 才发现里面的食物都已变了质 她愧疚地给小友端上水和药 自责地表示自己不该自作主张 明明小友昨晚已经拒绝了 可自己还是一意孤行 最后还害得她身体不舒服 听到这话的小岭一脸感动 一时没忍住就轻声抱住了她 可没想到小友却连忙起身跑走了 因为长期孤身一人的她 对和人亲密接触这件事 已经产生了排斥心理 经过此事之后 小岭和小友的关系越来越好 一家人甚至会相约出去春游 看着各种被做成可爱形状的香肠 小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可这世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小岭 向她释放善意的 这天小友和她一起逛超市时 偶遇了同学小巴和她的妈妈 小巴想要上前打个招呼 却被一旁的母亲拦了下来 因为小岭看起来实在是太不正常 甚至怀疑小友是被绑架了 于是她趁着小友落单买洗劫金时 神情严肃地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直言让她不要和那种变态走太近 听到这话的小友像是被踩了命门 直接将洗劫金往女人身上挤去 就这样双方闹到了警局 小岭在一旁连连赔罪 可小友却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 明明是小巴妈妈不尊重人 为什么现在自己还要向她道歉 即便小友不说 敏感的小岭也猜到了事情因她而起 她轻声劝告小友 自己对这种情况早就习惯了 这世上并没有人能做到人见人爱 每当自己遇到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时 就会将它们全都编织进毛线里 小友好奇地询问 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 小岭幽默地表示这是为了纪念 曾经身为男性的自己 没想到能成功将小友给惹笑了 见小友对江烦恼编织起来很感兴趣 小岭便温柔地将工具递给她 细致地教她怎么知东西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小岭越发觉得小友长得十分可爱 心中有个念头在蠢蠢欲动 直到这天她终于鼓起勇气对男友说 自己想要领养小友 这个母亲实在是太失败了 孩子宁愿任一个男人当妈 也不肯跟她回家 小友将这些天积压在心中的委屈倾泻而出 实际上她很爱她的妈妈 路上看到一个身影像极了母亲 都会连忙飞奔回家 可迎接她的就只有一屋空荡荡 虽然在舅舅面前表现得无所谓 但一回到家 她还是忍不住翻出柜子里的衣服 试图想从上面闻到专属于妈妈的味道 可下一秒被抛弃的食感就会再一次清洗她 小友闷闷不乐地来到学校 发现周围的同学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她 自从上次在超市遇见小巴妈妈后 学校里就开始传出奇怪的留言 好事者直接在黑板上写变态家族嘲笑她 气不过的小友直接拎包就走 在街上晃到半夜才回家 小领站在门口焦急地询问她为什么会逃课 面对这般关切的询问 郁闷的小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能匆匆留下一句你又不是我骂 随后便将自己关进衣柜里生闷气 摆明了就是拒绝和所有人沟通 对此小领没有选择把人强硬地从衣柜里拽出来 而是做了一个纸杯电话 两人隔着细细的棉线分享着彼此的秘密 小领用她的温柔再次抚平了小友的情绪 小友突然意识到 虽然没有母亲陪伴着长大 但自己始终是被爱包围着的 想通了之后她一扫之前的阴郁 一有空闲的时间就帮小领编织毛线 终于在三人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编织108个毛绒物的目标 他们挑了一个好天气来到海边 将编织好的东西堆成一个小山丘 等到夜幕降临时 小领便用火把将它们点燃 在火光中彻底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友已然把这当成了自己家 而小领也成为了她最亲密的家人 就在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时 妈妈却回来了 小友盯着客厅里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 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 妈妈一见小友回来便想起身离开 思虑在三后舅舅开口了 表明自己和小领有收养小友的意愿 文言妈妈都惊呆了 让一个变性人给女儿当母亲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 听到这话的小友怒了 她对着妈妈又打又骂 口中不停诉说着这些日子小领对自己的关照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小领已经给了她渴望已久的母爱 在听完小友的控诉后 妈妈只觉得自己十分失败 当她心灰意冷地想要离开这里时 小友却又冲出来哭着抱住了她 纵使妈妈有诸多不合格的地方 但依旧是小友割舍不掉的存在 如今妈妈回来的小友也该回家了 临行前小领塞给了她一包东西 里面装着她编织一晚上的礼物 虽然之后肯定还会再见面 但不知为何心中却是无比的失落 进门后小友发现整个家都焕然一新 看来母亲是真的有所改变 她迫不及待地打开小领送的礼物 发现里面是两个编织好的粉包子 影片在此戛然而止 或许小领是想用自身经历告诉她 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 面对性别人之障碍者 我们都应该多一份宽容与善待 要看到事物最本真的模样 要知道一个人的内在美 才是其最为珍贵的东西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